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琼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最后面要跟大家谈的是 荧幕或者是简报影片的一个录制和上传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谈这个部分呢 因为其实同学在学习设计的一个过程 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拍了一些还不错的照片 或者是你做了一些还不错的一个简报档 那我们在课程中一直会期望同学 你可以去试着自己去录制一个 所谓的这个无人简报的一个系统 然后到网路平台去做一个分享的动作 那也把一些资讯留下来 那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会希望同学利用一些软体 然后来去做一个画面的一个截取 或者是简报档的一个影音录制的一个方式 那让你自己把一些资讯给传承下去 那当然了 包括老师上课 这样子的一个录制过程 也是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个传达 所以也希望藉由这个单元呢 来跟同学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那让同学未来在做很多的思考层面的时候 你可以有一些应用的一些技术 好 那我们谈影像截取软体 其实市面上也非常的多 那包括一些前面讲到的动静态的录制影片 那包括荧幕截取 各式各样的 像PowerCamp等等 那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 那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用老师习惯用的另外一套软体 叫做Contashio7 来制作 那这个制作的一个过程 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期望 那我会期望说同学可以做 你的电脑能力可以 勉强支援 不会loading太大的一个 1280x720的一个格式 那在这样的一个制作过程呢 尤其是简报档PPT档的时候 当你分享到YouTube上面的一个网路平台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一个 有一些打点的动作 所谓的打点就是每一页 会有一个标题 对不对 那这个标题就会变成你的打点 而这个打点呢 可以被多国语言同步化 也就是说 你可能做完以后 上传以后 你会发现说 你可以呈现的是 蛮多国的语言 呈现在这个画面上 然后分享到整个国际平台上面去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单元里面 把同学带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谈两个部分 一个是简报档案 就是同学时常在做的PPT档案 那我直接用PPT档案来做一个录制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荧幕截取的部分 因为未来同学可能会跑一些3D的制作啦 再加上配音配乐啦 等等 那如果说我去利用一套软体 直接把你荧幕上面看到的东西 就直接截取下来 那你另外还可以再加上你的配音的一个解说 那就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完成 不用经过很多的一个步骤跟程序 来方便同学 未来你在学习的路程上 都可以同时的一个利用 那我们在这边谈到的包括 从录制一直到上传的一个部分 就讲这两种方式 那用的都是同一套软体 那首先呢 我们就来跟同学分享的是 简报档案 就是同学在做的这个PPT档案的一个 影音录制的一个方式 好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谈的是 这个Pornpoint的这个录制 那这个是一个PowerPoint档 那你当然一开始你要去做一个新开档案的一个动作 那PowerPoint档打开来是长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Size长的是这个样子 那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去做一个设定 好 那设定以前呢 请同学先阅读一下 就是说你软体灌进去了以后 在增议集点下去这边会出现这个符号 有没有 好 这个就是我们Cantashia的一个资讯进去了增议集的部分 好 那等一下就是按这个红色按钮 我们就是PowerPoint就会开始跟着录了 那后面有一些资讯 比如说我现在麦克风子点下去的 好 然后我没有要这个视讯的一个萤幕 好 所以我这个没有点 好 那后面还有一些资讯 好 倒数第二个的这个部分 请你点下去 这边要做设定 哪一个部分做设定呢 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 好 同学必须把这边设定成10的部分 但是如果说你的PowerPoint里面 有包含一些不同的各种的动画的话 请你选30 好 不然一般我们大概是抓10的这个部分 好 这边设定完了以后 哎 你可以看到有没有 好 你的声音在跑 有没有 好 好 设定完了以后 OK OK完了以后 下面要做什么事情呢 下面下一个动作 请你选到投影片放映这边 好 投影片放映这边 请你不要忘记在这里 解析度的部分 好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宽萤幕 所以请你把它设定成1280x720 好 那这个也是方便 我们现在网路上传的时候 有很多是1280x720的一个格式 好 所以整个PowerPoint档案长相会不太一样 好 会不太一样的 好 设计的地方 好 你就可以开始去做你的投影片 好 你可以开始做你的投影片 设计点下去以后旁边看到一个版面的设定 点下去以后请你把这个萤幕 好 投影片的一个大小设计成 16比9 好 设计成16比9 好 我这个一点下去底下的投影片样子会长得不一样了 有没有 好 我16比9点下去 好 你可以发现我变很宽的 好 那这个是为了呼应我们设定的这个格式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等一下我一样回到真一集 然后这个按键开始按下去 我就开始去做一个录制的动作了 好 我就开始去做录制的动作 好 不要忘记 好 不要忘记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说 你当你一开始 好 你要去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好 不要忘记你去做你右下角这个喇叭 你要把它打开来 好 去做声音的测试 好 去做声音的测试 确定说 你的声音是没有问题的 去做硬体测试 然后这样子的时候 确定说 你的声音是有进来的 好 不要录了半天 我只有录到我的游标跟萤幕画面 我没有录到我的声音 好 当你录制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说 你就跑出来这样子一个画面 这个时候请你设定这个地方 好 请你必须要设定这个地方 一样把它变成1280乘720的部分 然后按OK 好 按OK以后呢 你的画面就会跟得出来了 好 你的画面就会跟得出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同学可以看到 好 我可以拖移任何的 好 我可以拖移任何的这个 档案 好 你刚刚制作的这个 可能分段的一个档案进去 好 进去到这个画面里面来 好 就只要把萤幕来做一个 拖移的一个动作 好 拖完了以后呢 你一样可以把这个 好 比如说我现在最后面这边 我再加入一个档案 有没有 好 我再加入一个档案 好 我就可以把它加进来 好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个 编修的动作 好 怎么样去做一个编修的动作呢 好 我们从前面来看 这个时候这个油轨 好 这个滑标油轨 可以让你去做放大 好 可以让你去做放大 那你就开始从前面来听 好 来听 设计的地方 我们来听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想要的 好 如果我某一段不想要的时候 我只要把油标放在这里 去按这个符号 他就可以去做一个切断的一个动作 好 再下一个 再做切断的动作 那我就可以选择 把这个切断的地方 我把它delete掉 好 我去把它delete掉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内容 好 所以你在这边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裁切的动作 好 可以去做一个裁切的动作 好 再过来跟大家谈的是打点的部分 好 那什么是打点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小菱形 好 那当我油标移到这边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下面有几个字叫做空间摄影与应用 有没有 好 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我的标题 好 我每页PPT的一个标题 他会自己放在这里 好 这是他非常可爱的一个地方 好 然后呢 我希望 前面我们讲到 我希望说我上传YouTube的时候 它是一个多国语言的方式 好 所以底下就教同学怎么样去做多国语言 好 这边有checks 请你按下去 按下去以后呢 请你把computation这边打勾 这边打勾 好 打勾完以后你会发现多了一列 有没有 多了一个区位 多了一个区位 好 那这边我们就要开始做 那所以接下去请你在more这边 好 在这边more这边点下去 好 当你checks这边选下去以后 好 我们刚选完以后多了一列 多了一列以后 请你在more这边一样好选择个符号 好 那这个符号就会出现 有没有 cc的这个部分 框格就会出现 好 下面一个动作呢 好 请你把你的游标回到你打点这边 好 回到你第一个打点这边 好 然后按右键 好 按你的右键以后 选第二个这个set的一个set marker的部分 好 好 点出来以后你会发现 哎 我看到我的名字了 好 我看到我的名字 所以你就把它选起来 Ctrl C选起来 按OK OK完了以后 请你在这边 好 右上角这边 Edit这边点下去 点下去 请你把这个Ctrl V复制上去 好 请你把这个Ctrl V复制上去 所以好 你会发现一个状况 哎 有没有 刚刚多出来的这一列 好 多了一行字了 好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后续 我们在YouTube上面 国际的一个通用的动作 好 好这个时候他可能只给你一段 那你必须一直要把它拖移 把它拉长 拉长到哪里 拉长到你下一个游标 拉长到你下一个游标去 让他打点到你下一个游标的地方 好 到你下一个游标的地方 一样 第二个游标又是重复刚刚那样子的一个动作 重复刚刚那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就可以完成整支影片的一个打点的动作 那你可以看到你的影片上面 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好 你看到有没有 好 因为我拉了这个吧 有没有 好 所以我这边多了 好 我这边多了一个东西 好 那我如果离开它的话就没有 有没有 好 我在这边的话 你会看到我的标题在这个地方 好 好 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好 我刚刚利用一点点时间 好 我把现在我目前整支影片里面的一个打点的部分 好 我全部都做完了 好 我把它都做完了 那这边就是我Edit的一个部分 好 好 再过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去做上传的一个动作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选择我要制作的一个档案 那这边有非常多的格式可以跟同学做选择 好 那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希望同学分享在一个网路平台 所以你可以移到最下面这边好分享到YouTube上面去好 那就点下去好 那当你点了这个以后他就会把格式给转换成YouTube需要的一个动作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上传YouTube的格式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的账号密码给他好 然后按下一步好 按下一步以后他一样好会问你说哎 你到底好 你的这个抬头好你的标题要是什么好你的标题是什么好 好那你也可以给他任何的一个关键字好 好那你可以去选择类型的一个部分好 好那完成了以后好那你就可以按完成好完成以后你就会发现哎 他自己正在做好他自己正在做一个运算的一个动作好 好那完成以后他就直接在YouTube上面了好他会告诉你说哎 我完成了这个动作好那这样子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好 好实际上呃就是我们呃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内容好好那大家看到就是刚刚影片上传以后的一个样子好那影片上传了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国际化的一个文字语言好所以请同学现在上面好这个地方点编辑原文翻译字幕这个点好那你的画面就会变到这边来好那你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是英文好你点选英文的 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点下去你可以看到你所有打点的一个位置好你可以看到你所有打点的位置好这个时候请你按下载好下载以后你底下会多出这样子一个好这样子一个资讯出来那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档案好好你的这个档案呢好接下来我返回以后我按新增原文字幕或截取的文字好这个时候我在这个地方语言好我选择中文 然后我选择中文台灣 然后呢我按上传档案 档案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就是你刚刚的那个指甲的那个档案把它上传好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了好有了以后请你把原来英文的部分杀掉告诉他说我这个字幕叫做中文好我这个字幕叫做中文好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影片大概就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好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前面的这个影片 回到刚刚的一个影片来 空间设影 我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好 哎 一样 这个时候下面多了一个CC有没有 你把它开启 开启以后你会发现这边有字幕出来了 有没有 那你可以去做任何的一个颜色的一个设定 比如说我把它变成蓝色 让它更清晰一点 有没有 OK 那我这边就可以看 那这样子有什么用 我播到什么地方 它会有什么文字 有什么用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下面这边有一个叫做互动式字幕 你点下去 你会发现你所有打点的位置都在这里 好 所以呢 当你去观赏观赏这个影片的时候 你想要看某一个部分 你想要看某一个部分 它的游标会让你跳到哪一个部分 好 那这个是其一 好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我是外国人的话 好 我又没有机会知道你在讲什么 好 我没有机会知道你在讲什么 好 好 我们按cc的这个地方 然后原文字幕 好 这边有一个叫做翻译原文字幕 好 你点下去 这个地方可以让你选择不同的语言 日文好了 日文版的 好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哎 你的东西变成日文了 有没有 好 你的东西变成日文了 好 所以他很可爱就是这样子 好 他可以让你这个变成 该国需要的这个语言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国际通用化的一个部分 好 跟大家讲解到这边 好 再过来要跟同学谈荧幕截取的部分 好 你可能制作了一支动画 好 然后这个动画你可能也配了声音 好 配了音乐 好 或者是你已经配了音乐 然后 呃 后续呢 呃 老师就希望说你把一个解说的声音加进去 好 那所以你就必须在 呃 你播放的时候再把声音做一个mix的动作 好 那呃 这个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声音分开来录 好 那这是一种方式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一样用啃它下的方式 好 好 那一边做荧幕截取 一边把声音录进去 好 那这也是一个方式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好 荧幕截取的方式 你打开来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好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有几个选择 有没有 好 这个是powerpoint的选择 好 那这个是荧幕截取的一个选择 好 所以你就不要忘记 好 这个时候你就选这个荧幕截取的一个动作 好 你看到这个画面 那你就选择这个 呃 画面的一个录制 好 画面的一个录制 那当然要看你的荧幕状态 好 那你去选择你的这个残环笔 然后不要忘记在这个地方好 你要去选对你的麦克风去试试看 先去试一段有没有声音好 然后再开始去做一个制作的一个动作 好 那其实他整个录制方法好 跟我们前面好 在讲这个powerpoint的做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好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好 那我们就是有一些补充的东西啊 来交给同学好 好 所以呢 我现在随便开一个档案好 我现在要这个随便播放一个档案好 然后这个是呃这个我们网路网路上呃这个部分好 是我们网路上面同学的一个作品好 那你可以看到哎 影像就不是那么的清晰好 所以这个格式非常的重要好 那当我呃按下去play的时候好 我一样就开始去做一个录制的工作 有没有好 那我就同步录制好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声音加进去了好 那我的擦擦下就一起来帮我录制的工作了好 有没有好 那我在这个录制的过程 我就是我有声音 我有音乐 我有我的3D影像 然后这样子就能达到一个录制的一个动作 那包括你在做电脑操作教学 或者是有PowerPoint的录用 他都是可以被利用的 那这样子的动作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录制的动作 好 当你完成一支影片的时候 进入这样子一个画面 不要忘记 你接下来一样要跟PowerPoint一样 去做每一个段落打点的一个方法 好 要去做一个打点的方法好 好 那打点的方法我们一样放在mark的这个位置好 你选择你想要的位置然后去游标移动到那边好 在mark的这个地方好 请你按右键 按右键以后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叫做add a marker marker有没有好你点下去以后他就会多一个点点 然后多一个空格栏好 这个时候你告诉他说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好我要去讲什么话 所以呢你就把文字key进去好你把文字key进去按ok 按ok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打点的mark被你出现了 有没有好 那你循序渐进的方式每一个地方好你该打点的地方都去做一个打点的工作 那也方便你未来在上youtube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个点的一个选择 那方便你自己去做后续经营的一个工作 好 所以这个单元呢我们谈荧幕或简报影像录制跟截取的一个部分跟上传的一个内容 好 那再复习一下 好这个呃我们整个内容上面好我们期望同学处理的是1280x720的格式 第二件事情你可以上传youtube的一个网路平台 第三件事情好你可以打点翻译多国语言的格式 那无论说你在做3d动画或者是做照片编辑 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功课的这个简报档等等好 那你可以藉由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方式好去完成更多 呃 分享的一个动作好 好 那这堂课呢 那这堂课呢 荧幕或简报 影片录制及上传 好我们跟同学分享到这边 翁彩虫 同老师讲述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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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